千万别去和禽兽比输赢 如果你比赢了 你比禽兽还禽兽 如果比输了 你连禽兽都不如 如果打了瓶手 你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 不要争争吵吵 其实人一晃就老 不要斤斤计较 因为属于你的时光越来越少 不要过多的抱怨 因为相遇本来就是最美好 也不要相互拆台 说不定来一天就永远分开了 不要总与别人攀比 只需每天超越昨天的自己 不要忧虑太多 好好善待你自己 不要计较自己的付出与收获 因为生活它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就算你做得再好 你还是有人指指颠颠 别人做得一塌糊涂 也还是有人唱战歌 会拍马屁的人 随时可能抢走你的功劳 所以你不要在意公不公平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公平 正所谓大师在厨房 小丑在殿堂 这个社会 只要你有钱 有船 有关系 你就是你自己的公平 所以你不要掉进他人的眼神里 只要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 因为你需要讨好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什么亲情 友情 爱情 没有钱 一切都是无情 什么人才 奇才 天才 没有关系后台 一切都是木材 什么山珍海味 荣华富贵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是浪费